今天要来教的是这一个建立资料库模型 什么都还没教就开始先教这个资料库连线的东西 会不会太进阶 那其实我在Web API的课程也是先教这一个 怎么去资料库取资料 那为什么要先教呢 因为我觉得接下来很多教学其实用到的技术技巧 他一定我们是做网站嘛 所以一定是从某个地方去拿资料 那某个地方是哪里呢 当然就是从资料库去拿资料 所以为了让整体的教学过程比较是实际上的情况 所以我会你要先学资料库嘛 我才能够去从资料库拿资料 那有时候很多教学他会采取资料库这块 他直接是用模拟资料的方式来做这个存取资料的这个部分 但是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说 他很容易搞混说 原来你现在不是实际情况 你只是因为没有资料库 所以你做了这一段模拟资料的程式嘛 然后他新手就有可能搞混说 我今天要学的这个技术并不包含模拟资料 但是新手分不清楚哪边是哪边 很容易以为说你这个技术也要在模拟资料这块程式嘛 也是一起的 他可能会搞混 所以说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 我就把模拟资料这块 不会用模拟资料去做 会实际的去从资料库去取资料 那现在就告诉你说 这个部分其实是在取资料 那未来在教其他技术的时候 你才能够知道说 这一部分是在取资料 然后这一部分才是我今天要教的这个东西 才会比较容易清楚 所以我们做网站嘛 所以一定是会去资料库取资料 所以说这边的话 我就是先教大家怎么去资料库取资料 那后来的这些应用 基本上都一定是会配合资料库去取资料 然后把它呈现出来嘛 那我们在这一个Code这边的话 我们会使用这个Entity Framework Code 来进行这个资料库的连线操作 那他这边建立资料库的物件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Database First 就是资料库优先 那就是我们今天要教的 那另外一个是Code First 就是程式优先 那两个的差异就是 一个是资料库优先 就是我现在 比如说我这边有个Code Server 就是我今天要做的 我现在这边建好了资料库 然后有两个资料表 接着我在这边 我当然要建立出资料库相关的模型嘛 就是我这边先建了 然后我这边在下某段指令 让它产生出跟我资料库这边 已经建好的一些资料库跟Table的对应的模型 那这个是资料库优先 那HoleFost是什么意思 就是反过来 我先在程式这边写好这个资料表的一些模型的程式 那写好之后 我再依据我这边写的程式下一个指令之后 反向的把我这边写好的Table跟它的栏位 写进我们的Table Server或者是你其他种类的这个资料库 就一个是从资料库写到我的Core 一个是从我Core写到资料库 那这是这两者的这个区别 那我今天会先教DataBaseFost 那下一个我就会教CoreFost 我两个都会教 那今天我要用这个DataBaseFost 我先要安装下面两个套件 那我这边就先复制一下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开启这个管理这一个NUGET的这个 然后你按浏览这边贴上 贴上我这一个 然后就给它安装起来 然后要等它跑完 然后我们就按一下OK 接受 那这样子就安装起来了 这边打个勾 就安装起来了 安装起来这边就会变成解除安装 那接着我们再来安装第二个 那我们就一样给他安装起来 那这样子基本上打勾了 安装成功了 那这边 那安装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下下面的这个指令 来产生我们的这个资料库模型 那这个指令的话 你可以用复制的 然后这边这个指令有四个地方 你要自己做调整 然后指令要下在哪里呢 这边检视其他次专套件管理主控台 如果你这边没有的话 你就要检视其他四川 然后套件管理主控台 你就把这个主控台打开之后 在这里贴上我这一串指令 那这个指令有些地方要改 就是改成你的相对的名称 那我这边伺服器 我是在这个我本机加了一个虚空server 所以我这边当然是打这个127.0.0.1 那我资料库名称就这边叫KCG 我就打一下KCG 好那接着的话 这边要打你的账号跟密码 那我的账号是KCG 然后我的密码是123456 好那这样子打完之后 你就可以按Enter 那他就会依据我的这一个KCG的资料库 那我这个资料库有两个资料表 他就会产生对应的 这一个资料库物件跟他的model 我们看到 这边就产生出来了 一个news的model 里面的栏位 那我这边有个news的table 里面的栏位 他就会产生一个相对应的 这一个model 在你的这一个层次这边 好那这边就产生出来了 那接着我们要来看什么呢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有下了一些参数 什么参数呢 第一个这一个 这个参数是说 要将我产生的相关档案 在这个资料夹底下 所以我刚刚下了指令 多了这三个档案 都产生在这一个model 使的这一个资料夹底下 好那第二个参数是什么呢 这个参数就是说 你要不要 如果已经有相同的档 你要不要覆盖 那我们这边再来下一次 如果我不下这个指令的话 他会说 档案已经存在了 我没办法建立 所以失败了 那所以说下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即使档案存在 我就将现有的档案去做个覆盖 好那这样子就不会有错误信息 所以这个指令是在做这件事情 那一开始没有的时候也可以下这个指令 所以我基本上都把这个指令就这样存着 好那我个人的话还喜欢下一些指令 什么样的指令呢 这边还有其他的指令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那我还喜欢下什么指令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影片会讲我文章就懒得写了 我还会下这三个指令 这指令下在哪里都可以 上面是写在前面 但是你就是一直串接下去 空一个都可以 下在哪里都可以 那这三个指令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这个指令 这个指令是说要不要产生这块 那这块我们课程基本上是暂时不会用到 所以我们可以下这个不要产生 所以这块是说我不要产生这个东西 这个相关的程式码 那基本上这个程式码 它也有一些警告 那因为我们没有要理它 所以我这边就不看了 那第二个是什么 使用database的names 这是什么意思呢 可以看到我今天database 这边它好像完全使用database的names 就是它有时候它会照它的这个产生方式 产生出不同大小写的这一个names 比如说你今天可能top三个字都大写 但是它产生出来可能变成top op它可能就给你变成小写 那我不喜欢啊 我资料库我都大写 你就要都给我大写 你不要自己改名 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要不希望 突然它会乱帮你改大小写的时候 你就下这一个 那这个又是什么呢 这个是要不要加负数 什么意思呢 有没有看到我今天 我这个table 我这里没有加s 但是它帮我 帮我加了s 那news本来就s 所以它可能就没加 就没变 那这个情况有些负数 它可能是ies 它就帮你加ies 然后就变成说 你在打起来就发现 这个table好像很陌生 原来是它帮你加了ies 那你不想要这样的话 你就下这个 所以我们再重来一次 我们再执行一次 这个我比较下喜欢的参数的指令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变化 那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有一个警告的程式码 就没有再产生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s负数的地方也消失了 那这个是我比较喜欢下的几个参数 那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当你不想要你的产生出来的对应的模型的一些英文 跟这个资料库是不一致的话 你就可以下这些参数 就保持一致 这样才不会误会说 今天我记得我资料库不是这样取的 怎么到这边变了 因为它有帮你做一些 预设上它有帮你做一些变化 那你不想要变化的话 你可以下这两个 基本上应该就维持原样 好那接着的话 我们就教完今天要教的 那比较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一段指令 下的时候 你的程式不能有任何错误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今天把这个分号拿掉 那这边的话 你就会有一个错误 我们去建置一下 就失败 那错误的话就是这里少一个分号 那这时候我们去下这个指令 它就直接一个建置失败 这个在我好几年第一次前接触的时候 我有时候就想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好端端的指令不能用了 建置为什么会失败 然后它这完全也不给你原因什么 其实它的建置失败就是这个建置失败 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说这个指令在下的时候 我们程式不能够有任何错误 一错误的话 它就没办法产生新的这个模型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 谢谢收看